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机会恢复跟过去一样的情形 一旦发现自己有肌肉量减少的情况 补救方法就是透过适当的营养补充 再搭配运动训练 意思说有机会在三到四个月之后 肌肉量就会逐渐增加到一定的程度 适度运动能预防肌少症 万一已经是肌少症患者 复健运动重点 特别着重在手脚肌耐力的训练 手的话其实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扭毛巾 做正手的扭转训练我们小手臂的肌群 那也可以做反手的扭转 有弹性的球去做手部的抓握 那也可以单纯的手指头去做练习 强度呢如果要再增加 我们可以拿宝特瓶加水 将手去做一个弯曲 再慢慢的放下 记得呢内侧都是夹紧的 脚的部分同样在家就能做 那再把脚尖勾起来 像是柴油门的动作里 慢慢的把脚往前方延伸拉长 再慢慢的收回 那肚子记得要做出收缩的动作 避免身体往后傾斜 感觉大腿上方有收缩就可以了 建议先找专业的人 教你动作的准确性怎么做 然后再回家居家的练习 训练要循序渐进 降低运动伤害风险 可以先从10下一组 再慢慢的增加到20下一组 只要觉得他训练的地方的肌肉 有一点酸酸的感受 那再多个两个的话 这样子其实就有训练的效果 那但是也不要太认真每天都练 大概可以就是做二修一的方式 训练后酸隔一两天酸 是还蛮正常的 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次数 可能就代表你在训练的强度 或者是次数真的是太多了 适度训练约三个月 肌肉量就能逐渐增加 就是慢慢在建立他的肌肉 就等于就是真肌的概念 肌小症不用怕 充足营养与适度运动 有机会可以逆转 大爱新闻张国端刘伯明 家喻报道 逆转肌小症之后 渐渐康康走出家门 比在家里胡思乱想的好 来看到台南的例子 慈激志工许玲靖子 他儿子有精神疾病 早年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依旧是束手无策 只能安置在疗养院 后来他在妹妹的监影下 加入慈激 做起了环保 不只生活重心转移了 也学会勇敢面对人生的考验 很年轻是保养的很年轻 他都要大了 你也在保养 八十多岁白发苍苍 和女儿看着家人的照片 笑足颜开 这是现在的慈激志工 许玲靖子 女儿口中的福报为何 镜头转到了环保站 镜子每天下午固定做资源回收 尽管年纪大 但手脚灵活 一坐起来没开眼笑 但喜乐的他 为了儿子的病情 身为母亲 四处奔走求医 无助愁苦 想到爱子 梅雨间有些感伤 当时的他还得扛起家计 镜子心里的愁苦 在2011年情况改观了 因为这一年 亲妹妹引他进入慈祭 不只承担了环保置业 许玲靖子文法入心 因而转念放下 心门打开 为母则抢 我感觉他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也是希望他的儿子会一直一直 对 他总是没有因为困难 就停下修行的脚步 他真的是不简单 健康平安就好了 这样的坚毅 堪称人品典范 许玲靖子的人生剧本 多了志工的陪伴和加油打气 持续在慈祭路上努力不懈 大爱新闻 翁崇文王昭中 台南报道 有一种关系没有血缘关系 而是法亲 因为同师同到同志愿 因此能够彼此的关怀 还有互助 同样在台南 这永康区大桥的慈祭志工 最近他们到资深的 志工家里头关怀 因为有人生病了正在修养当中 暂时无法参加志工活动 法亲就主动送来祝福 口中的她就是女主人 正经粮 道夫行动玉佛 邻居好友也来参加 佛祖 好 好 自成发愿 祝福吉祥 祝福吉祥 谢谢你们 对这师姐师兄 哦 对 对 哈哈哈哈 因为她就是不方便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不能出来的师兄姐 我们就去这家家 真的好 最近因為身體狀況 鎖入不穩 所以現在一些活動比較糟糕 對啊 所以我們的社會需要大家來輔助 這是我女兒種的香蕉 來跟妳分享 好 要哭哭囉 感恩囉 感恩囉 感恩你囉 好 今生錢對我很疼痛 說是法青更像是血濃雨水的家人 行動欲佛送到家 老人家的智慧更不藏私 分享招募愛心的好秘訣 我都說妳們說沒有錢沒有 50塊也好 謝謝 謝謝 愛心的路來走 出事就出事好怕人走 好 好 祝福吉祥 好 祝福吉祥 你都要痛 也好啊 謝謝你們 太好了 我還沒時間大了 沒有沒有 我做的不夠多 我整個做不夠多 一個個擁抱 稍稍浮去了內心的憂鬱 謝謝你們 你們真的太好了 真的 就是不好的念頭起來 就要趕快消掉了 對對對 來新聞正常美之宮 李一路無松財 陳雪芹 台南報導 另一種關懷是方方面面的 新竹慈禁輔具團隊 前陣子順輔具前往一對 客家級的老夫妻家裡頭 發現到他們是體肉多病 那居家環境呢 也有非常多的安全隱憂 於是志工再度的到訪 那些老夫妻呢 修繕了水電 重新配置瓦斯的管線 希望他們生活安全 而且便利 你怎麼洗澡的 筒子 哦 你用筒子哦 你 才說兩句話就覺得聞到瓦斯味 這不行 漏氣 趕快哦 對 先不要用 很快的 慈濟志工彭瑞從帶材料來更換 為了防範老鼠咬破軟管 特地在外層加裝硬的水管 結果瓦斯管線接上熱水器後 又發現新問題 那個瓦斯管線被老鼠咬斷了 咬斷了 那我們去當然發現這個問題 就先修管線 管線修好了發現熱水器壞掉了 那就是一併把它處理 維持它正常的生活機能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謂一併處理 就是包括這個關懷戶的環境大修繕 而一開始的姻緣是醫院各管師 向慈濟申請環保輔具 鄭先生心臟腎臟都有疾病 鄭太太則有八斤森氏症 新竹慈濟輔具團隊發現 安全的住所同等重要 由於老夫妻已經很少到二樓 楊文宗就在樓梯口安裝一扇門 減少蚊蟲竄飛 也維修窗戶盯上沙網 他這點要叫人做 讓人家排叫 我剛才有這個 我剛才有學校的 我們就先把他沖沖的 沖沖的時候 他開心我們也開心 屋內牆壁也重新粉刷 今年培訓志工陳盈秀 邀約先生何達偉來承擔 我們家師姐要找我去 剛好那天有空 因為休假 就幫忙別人這樣 還蠻快樂的 新竹輔具團隊和這對老夫妻 從陌生到熟悉 鄭先生透過太太表達了期盼 接著五月有福旦節 志工陪伴他們 向自家供奉的彌勒佛感恩與祈福 每天依舊 地區帶來一波壞天氣 暴雨加上猛烈強風 傘只要一撐開 立刻被風吹到開花 完全起不了作用 日本近期受到封面和低氣壓雙重夾擊 全国各地都传出灾情 九州的鹿尔岛线在24小时内降下218.5毫米 德岛线更是在12小时内就降下244.5毫米大雨 双双创下5月新高纪录 28号开始封面更缓慢 朝关东地区移动 东京交通大乱 超过50个航班遭到取消 影响约5500人 山里县更有1人死亡 昨天午7时10分 山梨県富士河口小町的住宅街 昨天下距离的车子 看到了车子 车内有70代的男人死亡 根据当地气象台 山梨县在晚间7点6分 观测到最大风速28.8公尺 创下5月新高纪录 气象厅推测 应该是封面经过早晨的强风 垂短这颗约20公尺高的路数 已经派人前往当地进行调查 台风1号 发展的颜色 但是明天午前 伊豆諸島 最接近的颜色 而且在関東 也有台风北側的雨雲 一部阻止 雨露得更加热 气象厅指出 随着艾维尼北上 封面也跟着北上移动 关东预计31号上午 将迎接抢风暴雨 尤其是上班通勤时间的雨势最大 呼吁民众多加留意 戴爱新闻 综合编译 再看到河水变成橘色的原因是遭受污染 美国的阿拉斯加橘色河流出现了 是因为涌动土融化 冻结金属的成分流入到河川里头 那河水就被染色了 科学家现在就担心 全球暖化的影响 势必会带来生态冲击 蓝色河水染上了橘色 就像有人打翻了颜料 却是全球暖化的杰作 我们的研究团队 已经证明了 75%的河水和河河 在草岳的区域 尼湖的環境 就像一个 河水的空间和性牢 都被决定在水的流氓 在この洋水学过程中 新闻报道 发表在通讯地球与环境期刊的研究指出 过去5-10年 美国阿拉斯加河川染色的情况 越来越明显 我们的理解是 河川河的土地 让河水河河滅 加深色的汆水 聚入和石油 有很多氧質的藍物 被藏在一千年內 那些氧質的藍物 在水中中有一個反應 或是在水中的氧質 然後水中中了一條河 水中的氧質增加 很多氧質的氧質都被浮減 我們最主要的看到是石油 所以氧質的氧質看起來 是被灑掉的 另一方面 氣候變遷導致水流量降低 因此水中的金屬成分 濃度越來越高 阿拉斯加的河川是許多魚類的棲息地 如今這些被染色的河川中 水生動物正急劇減少 隨著湧動土加速解凍 生態危機恐怕進一步擴大 大愛新聞綜合編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竟然是排泄物 北朝鮮最近是動作頻頻 3天前才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失敗 沒想到隔天 又向南韓的方向 空飄大量裝有排泄物的氣球 南韓政府是公開譴責說 北朝鮮的行為 明顯違反了國際法 還嚴重威脅南韓的公民安全 消息的白色大型氣球散落在路邊 還隱約看得出裡面 包有垃圾袋等廢棄物 南韓軍方出動爆炸物反應部隊 小心翼翼進行檢查 並裝有計時器及雷管 讓氣球自動引爆 截至29號下午4點已經找到 至少260顆 南韓當局警告民眾遠離氣球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 這是歷年來最大規模的空飄氣球行動 是北朝鮮報復南韓民間團體 以氣球空投傳單 2016年也曾發生過一次 南韓政府強調 北朝鮮已經違反國際法 但金正恩包媚金語正揚言 未來還會空飄更多會霧氣球 大海新聞張力編譯 每年4月開始天氣條件漸漸變好 世界第一高峰聖武峰攀登的黃金季節 也正式展開了 只是這個海拔數千公尺的高山上頭 竟然出現這個登山客 大排長龍的現象 看起來真的是險象還生 危機重重 尼泊爾的官方就統計 目前有五個人死亡 三個人失蹤 而且離天人數恐怕還會再攀升 儘管今年登山季比去年更長 許可證的發放數量 也比去年少一些 但是卻出現登山客人流塞車的情況 因為氧氣快要耗盡 再加上上個星期 宮頂的路上 海拔大約是8800公尺的地點 發生了雪岩崩落事件 不僅導致很多人受困 還有墜落失蹤 也導致路徑也受阻了 揭開地底危機系列報導 今天要帶大家看到 921大地震已經過了20多年時間了 但是不少地方還是傷痕累累 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台八線中橫公路 這條攸關離山農產運輸的重要道路 總是抵不過後續的地震 還有風災的侵襲 0403地震這一天 中橫變道很不安寧 石頭從車窗的正前方 破窗的路 導到它的身上 治療 但還是來不及 我們的中衛車跟後衛車 保護著中八 跟一些比較慢的車子 所以在第一時間 我們的車子都被砸毀了 大量落石 衝破護欄 衝刺路面 遊客受困 突破大約10人左右 那進去突破把它走出來 當場看到我們 都是快哭出來的感覺 65年前這一天 號稱人定勝天的中橫公路 正式通車 但背後代價是212人殉職 702人受傷的血淚付出 25年前的921地震 中橫80%以上的邊坡貪方 20多人罹難 還有無數森林被毀壞 青山地方 那邊本來有一片 叫做台灣蕭蘭母樹林 全部被震掉 你要長到這個樹能夠具有 根據抓這個水土保持能力 我估計要250年 才能夠恢復到地震檢的功能 除了離山居民 遊客從谷關到離山 只能搭乘中八 票價包含高額意外險 但行經的並非原本的中橫道路 而是落實不斷的037變道 921地震之後 它其實會是傷筋動腹 讓整個岩石的裂結 又經過五級這樣的地震 會讓它再開 應該要幾年的時間 才會比較穩定 曾有台灣瑞士稱號的離山 昔日政府為了安置 開鑿中橫公路的榮民 在海拔近2000公尺的山區耕種 但出現地滑危機 離山當時的走山面積230公頃 專家發現當地順向坡地滑更加危險 地層它如果是順向坡 最怕的時候就是地震或者是降雨 順向坡就很容易地滑動下來 地震連連 離山地層的土壤液化速度加劇 新家洋和松茂部落 地滑現象越演越烈 福壽山農場的高冷蔬菜區 收成後留下一片黃沉沉的泥土 強震或好雨一來 完全沒有水土保持功效 離山地區違規使用的土地 超過427公頃 我們農業的精靈都朝友善土地 農業的發展 而且現在有水保法 各種的森林法 他們對這個開發都有限制了 地滑走山有多恐怖 九份二山車隆埔斷層帶的順向坡 在921地震中整個山頭滑動 7000萬立方公尺的土石崩落 整個快200公頃的土地 就在那個晚上就一路滑到 後面的山谷下面去了 左邊都是有人家住 上面有人家住 全部都搞在一堆 只是人家就是猴馬 一夕間失去鄰居和親友 劫後餘生的林女士 在鎮報點處開了一間小店面 邊賣豆干堡 邊跟客人聊著自己故事 大自然威力下 每一個人都很渺小 引發921地震的 車隆埔斷層帶 只是台灣已知36條 活動斷層帶的其中一條 0403地震之後 如果是我們西部的這些斷層 其實距離還是遠了一點 硬力的影響 不會影響到哪裡去 東部來講 既沒斷層 還有立即斷層 路也斷層等這些 是過去還沒動過 會不會影響到這幾條斷層 這現在還不知道 大自然反覆的力道和時間 無人能預測 未雨綢繆的避災行動 卻能事先展開 因為人定不能勝天 天則因果終究會來到 大愛新聞 張哲仁 郭紀宗 要學信 中部報導 馬上關心今天下午的天氣狀況 首先是北部地區 大多是多雲還有到多雲 短暫陣雨的天氣形態 最高溫來到了30度 中部地區同樣是有雨勢的情形 降雨距離最高是30% 高溫部分有30度 至於南部還有東部地區 這雨勢還是有的 降雨距離最高有50% 那麼最高溫是31度 低溫25度 離島部分最高溫27度 低溫是23度 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大愛午安新聞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大愛劇 需需蘇足 我是林國昕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再會